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教育有关的一条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近期屡传知识分子因为批评当局而遭到清算 北京大学近日发出公告 要求各个单位应对参加境外单位主办的在线国际会议 要严格审核把关 而师生参加会议时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保密规定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十九日在官网刊登 关于规范参加外国主办线上国际会议申报审批通知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公告表示师生参加线上研讨会的申报和审批程序 与目前应供出国审批程序相同 必须要在参加会议前至少十五天来进行申报 提交申请材料应该包含邀请函或者是会议通知 以明确会议的主题议程安排等 另外公告也提到参加由香港澳门台湾单位主办的线上国际会议 也要参照这样的办法来进行执行 公告说这些要求是根据上级有关规范管理线上外事活动的文件精神 结合防疫常态化的实际 进一步规范师生参加外方主办线上国际会议的申报审批程序 要确保线上对外交流活动有序开展而提出的 在北大发出公告的当天 中共中央党校也在官网通报了退休教授蔡霞实践 并宣布部署展开警示教育工作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校教职工 要从蔡霞案中吸取深刻教训 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此前身在美国的蔡霞因为批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是黑帮老大 在十七日遭到了开除党籍并且被取消退休待遇 多次撰文批评当局的中国法学学者许章润 近期遭到清华大学割除教职和开除公职 校风指控他从二零一八年七月开始多次发表文章 严重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实相准则的有关规定 他在昨天收到清华大学寄来的失业人员告知书 而同时许章润证实已经获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聘书 邀请他前往担任访问学者为期十一年的时间 而说到许章润根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表示 有许章润的朋友透露许章润在上周再次为北京的国保人员进行约谈 其后就被知会要实施四项禁令 禁止离开北京禁止出境禁止接受媒体访问禁止接受任何资助 报道引述香港电台消息说许章润在上星期四又被北京的国保人员再次约谈 形容有关做法是对优秀的知识精英们露出獠牙举起屠刀 想让许章润贫病孤独被遗忘并且颇污而死 据报道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是在八月十三日发信通知许章润的 邀请他前往担任研究学者一年 时间是从七月一号到明年的六月三十日 许章润在八月十九日回信给清华大学说忠心欢喜 并且赞扬费正清中心是世界汉学中心 自己予有荣焰 报道说许章润近年多次撰文批评中共党和领导人 而在上月处被四川公安指控嫖娼和行政拘留 大概一个星期后遭到清华大学开除教习 他在上月底聘请律师计划追究当局的处罚决定 并且强调自己并没有嫖娼 也没有承认嫖娼 而警方也没有出示任何的证据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经济有关的几条消息 美国近年来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反感以及抵制越来越多 外界猜测中国可能会对此进行报复或者是反制 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目前仍然不想破坏美国企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创新 此前川普总统在八月签署行政命令 打击字节跳动还有腾讯业务 而在刚刚过去的十七日 美国再次采取行动切断华为与全球供应商的联系 外界认为这可能对华为构成致命的威胁 但是奇怪的是中国方面却没有提出激烈的报复措施 早在二零一九年三月 中国政府就宣布要拟定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 列入损害中国利益的企业 但是清单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也没有其他惩罚措施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研究公司的分析师表示 中国政府对抗美国措施的关键方式之一 就是把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留在中国 作为华为在手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苹果在中国的营收继续增长 数据显示iPhone在第二季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成长了三分之一 中国是许多美企巨大的市场 比如高通有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中国 比如耐克星巴克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销售 依赖中国消费者 而商务部的研究员梅辛玉则考虑到美国目前的做法 对于中国最有利的做法并不是简单的报复 而是树立中国是可靠的供应商和客户的形象 不会随意中断供应或者是终止合同 但是也有分析师表示北京不报复的原因其实是回旋余地有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石英宏就说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报复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在许多行业仍然希望可以吸引到外国投资 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则表示 只要你帮助中国发展 中国政府不在乎你来自哪里 在供应链的某些环节 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缺口 中国看重的是美国的高科技投资 能够帮助在中国建立供应链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在中国的美企与当地企业 通过合资等方式进行紧密的结合 如果中国把矛头对准了美国企业 那么有可能会造成附带的损害 比如在中国通用汽车和盛汽集团合资 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在美国 如果当局将通用汽车列为报复对象 那么中国的本土汽车行业恐怕也会遭受损失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政策方面的消息 最高人民法院在昨天宣布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 调整为每月二十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兼同业拆解中心 在八月二十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三点八五个百分点 这就代表中国目前的民间借贷合规利率大幅调降到百分之十五点四 超过就被认定是高利贷不受司法保护 根据官网宣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民间借贷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 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听取意见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新精神 决定对规则进行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则表示 近几年每年有二百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法院 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是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民间借贷案的前提条件 应该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正 可以为民间借贷纷提供更加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管道 他说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很大 这类的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 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而根据新浪财经网援引专家指出最高法院下调民间借贷利率后 已经明显低于不少持牌金融机构的平均利率水平 而这些金融机构也会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 但是他说不能够迅速压降综合成本的贷款机构 就会被很快淘汰出局 而借贷的小微企业所受的影响则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低息发放小微贷款是银行的硬指标 小微贷款市场的资金供应是充足的 而相比之下 针对个人的高息现金贷业务则会受到明显的冲击 相当大的群体会被挤出借款市场 中国大陆此前针对高利贷实施百分之二十四和百分之三十六 为基准的两线三驱规定 借钱的年利率低于百分之二十四是司法保护区 借钱的年利率高于百分之三十六是无效区 而二十四到三十六之间的区域则叫做自然利率区 出借人要求借款人支付这部分利息 借款人不给法院不予保护 也就是不帮忙催债 而借款人要求出借人返还这个区间的已支付利息 法院同样不予支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彭博社的独家突发新闻 根据几位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政府现在正在释放信号 就是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在中国使用微信应用 据匿名人士透露政府仍在研究如何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所拥有的微信实施禁令 以及这种禁令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是否允许苹果公司还有谷歌公司 在美国以外的全球应用商店中搭载这样的应用 而现在白宫和腾讯方面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而说到腾讯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家科技社交巨头TikTok 同样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TikTok的高级主管表示 无论川普政府对其业务的禁令如何 他都继续在美国运营其热门音乐视频应用不会变动 他在周四表示 我们相信我们有多条前进的道路 以确保我们继续为每天来依赖他的数百万美国人 提供这种令人惊叹的应用体验 在美国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后的首次采访中 TikTok的发言人这样表示 行政命令要求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 出售TikTok的美国业务 要么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原有 完全关闭其美国业务 白宫一直在加紧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斗争 并对包括华为还有腾讯在内的多家中国科技巨头 发出了限制命令 川普在八月十四日发布行政命令 要求TikTok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裁决 在九十天内剥离美国业务 发言人表示我们已经明确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调查结论 我们当然对在那里看到的结果感到失望 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和论断 与此同时员工们表示 他们每天都在关注着关于谁可能会收购公司美国业务 并成为最新雇主的报道 熟悉谈判的人士告诉彭博新闻社 微软在八月二日确认了对于TikTok的收购要求 但是甲骨文公司还有推特公司 也是其他探讨竞购的科技公司之一 在川普要求字节跳动玻璃其在美国所有权之前 总统下令美国人从九月中旬起就要停止与公司进行业务往来 而员工们表示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命令生效后是否能够拿到工资 以及外国人是否会失去签证 签证赋予予他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但是是与他们的工作挂钩的 发言人拒绝对交易谈判发表评论 但是他表示他们已经试图为员工提供了多个论坛 公开表达他们的恐惧和担忧 包括每周一次的会议 他匿名回答一千五百多位美国员工的问题 他说现在公司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员工外流 并指出尽管印度禁止了TikTok 但是字节跳动方面仍然继续向工人支付工资 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极其动荡的时期 所以我们的信息是让我们专注于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 对于薪酬我们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无论是对于用户还是对于员工承诺都没有动摇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是为了长远发展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美贸易协议以及中美关系的相关消息 在昨天在名利场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福克斯主播汉尼提的文章 其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 就是川普总统曾经为了参加福克斯主播汉尼提的节目 而拖延于习近平的电话 并且事先没有告知习近平本人 原定于九点开始的电话一直被推迟到了十点半 而电话那头的习近平十分的生气 而川普总统在提到这样一个细节的时候 竟然是以炫耀的口气告诉汉尼提 看我为了上你的节目 连习近平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而说到现在中美关系中稳定的因素就是中美贸易协议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在下周将创下记录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采购力度 以履行其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下的承诺 根据数据现在已经有十九艘邮轮已经签署了九月份 为中国装载美国原油的临时预定 这些船运固定装置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如果他们全部齐航出口总量可能会达到三千七百万桶 创下单月之最 根据这两个经济体在一月份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国承诺在两年内收购大概五百二十亿美元的能源产品 然而在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将疫情还有对待香港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时 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恶化 美国议员担心北京有可能不会坚持其原来的协议 现在中国的采购量远远落后于目标 美国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在一月份处于每桶六十美元的区间 但在四月份暴跌至复值区间 此后价格在每桶四十美元附近缓和 原定于八月十五日进行的协议审查被取消 至今仍然没有重新安排 显然增加石油采购可能是积极的信号 但是在讨论推迟的贸易协议进展会议真正发生之前 我们不知道美国是否对其进展感到满意 研究公司的研究人员这样表示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指望美中关系在大选前会有什么起色 分析师则表示 中国加大采购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为了帮助填补他们在湛江的新能源石油储备基地 基地的储备能力将达到三千二百万桶 研究人员表示 该设施预计将在本季度建成 并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美国原油消耗能力 企划还有石化需求也在增加 鼓励中国买家接受更多像美国石油那样的牌号 尽管中国增加了购买量 但是美国原油价格大体还是保持稳定的 中国的需求填补了美国消费疲软所留下的空缺 墨西哥湾沿岸的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价格 在每桶八十美分高于石油期货于本月初持平 而根据彭博社汇编的美国普查数据 在五月的出口量是三千五百二十万桶 数据显示五月份的出口量也是美国石油买家在特定月份的最多额 除了邮轮外 所有的邮轮都将从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出发 每桶邮轮可以运载大概二百万桶 中国最大的链油商中石化的贸易部门 已经预定了其中的很多邮轮 而另外几艘邮轮则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来租用 这家公司是中国石油集团的子公司 不过如果市场的基本面发生变化 那么固定装置还有可能被取消或者是改道 而在今天上午蓬佩奥接受CNBC采访时又特别说 现在与中国的关系仍然会谈在进展中 并未完全破裂 并且他说他相信中国将会遵守承诺履行此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相关方面 但是他也承认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两国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至今没有消除的迹象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的最新言论以及观点 他开通了个人账号 而这个个人账号经过几方确认的确属于他本人 今天他在个人推特上面发表文章 说我如何看待所谓的中美关系紧张 他介绍说媒体采访中对我提了这个问题 对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怎么看 下面是我的基本思考 他写道 我的回答是问题表面上看是两国关系 实质是人类民主自由制度与中共新极权主义制度的对抗博弈 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较量 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国家 捍卫人类文明秩序 保护人类和平生存 与新极权主义企图统治全球 摧毁人类文明秩序的殊死搏斗 中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贸易战 军事对峙 外交冲突 打击中共盗窃美国的科技成果 与保护知识产权等 都只是这种较量博弈在相关领域中的外在表现而已 因此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是伪命题 是中国共产党掩饰与美国与中共较量的实质 是中共对世界和中国人民的谎言欺骗 因此将目前的美国与中共的博弈较量看作是中美两国关系紧张和陷入低谷 是眼界太窄 是看问题太狭隘 希望中美民间社会看透所谓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性质 希望美国坚持这个斗争 大选后无论哪个党上台 都能进一步联合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共同与中共集权作斗争 这是关系世界和平人类命运的大事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微信的一条消息 此前我们在华尔街网报节目中 已经为大家介绍到 就是现在针对微信的禁令可能会网开一面 允许美国企业在中国继续使用微信 而彭博社随后发布了更加详尽的报道 文章引述知情人透露 在川普总统下令禁止微信两周后 政府正私下里寻求向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保证 他们仍然可以与微信应用在中国开展业务 熟悉讨论的人士表示 最近几天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在与公司接触 他们意识到如果全面禁止中国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款流行应用 可能会对美国的科技零售 游戏电信还有其他行业造成毁灵性的影响 苹果是可能因为微信禁令而损失最大的公司之一 因为中国占到其销售额的五分之一 苹果公司的制造业也有很大一部分以来中国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报复行动 苹果公司可能会受到影响 作为中国最大公司之一的腾讯公司的发言人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而苹果财政部白宫的代表均拒绝置评 现在政府仍在研究到底如何执行对该应用的部分禁令的技术性影响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白宫是否会允许苹果公司还有谷歌 在美国以外的全球应用商店中提供该应用 如果会在哪里提供这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其中一位人士表示政府的高级成员正在就川普下令的禁令范围进行商议 总统最终可能会否决他们决定的任何事情 川普在十一月总统大选前三个月正在升级与北京的斗争 并将疫情归咎于中国 除了川普对微信的禁令 以及禁止与中国流行的TikTok视频应用开展业务的相关命令外 政府还采取了其他行动向北京施压 这些措施包括对香港最高官员的制裁 以及建议美国证券交易所制定可能引发中国公司退市的新的规则 部分的微信禁令可能意味着苹果等公司可以在其中国应用商店中提供微信 而星巴克公司等企业可以继续在中国通过该应用销售咖啡或者是接受支付 其中两位人士表示目的是禁止从美国应用商店下载或者是更新任何微信应用 知情人士表示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经济顾问库德罗 白宫法律顾问西波隆 还有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在内的政府高层官员 在周二已经会面讨论微信禁令 在此之前川普在八月六日发布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人和公司从九月中旬开始与微信做生意 这在整个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敲响了警钟 微信是在中国做生意和向那里的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们使用这款应用进行从购买咖啡到机票的各种交易 早些时候腾讯表示川普的微信禁令可能不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应用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几周美国公司还有他们的游说者都在全力以赴 向白宫和商务部的工作人员询问微信行政令的后勤和意图 美中商业委员会的主席则表示 我们正在与每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交谈 该组织代表的公司包括沃尔玛和通用汽车公司 他说微信就像电一样 你在中国到处都在使用它 他们没有证实与政府的对话 但表示他们的集团一直在试图说明 对该命令进行扩张性解释可能会产生的弊端 这些人说提出的问题包括命令是否会禁止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 或这些公司的中国子公司通过微信接受产品付款 这些人说游说者还希望更好的界定政府在命令下认为的交易到底是什么 这些人表示全美零售联合会 还有代表百四百公司塔吉特公司等公司的零售业领袖协会的代表 都提出问题并且进行游说 现在微信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之一 拥有超过十亿用户 禁止这款应用即使只在美国 也可能会关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个人通信 这也会扰乱那些依靠该应用开展跨境业务的国际公司的运营 如果商业界不能在中国使用微信 从广告到处理支付 这是让两个经济体脱钩的捷径 华盛顿新美国智库的研究员这样表示 他说关闭在美国使用微信的能力 将促使与中国同事和企业合作的美国人 模仿中国人用来接触外部互联网的复杂工作模式 甚至可能会创造美国版的长城防火墙 川普总统在八月六日的行政命令发布后 腾讯股价暴跌高达百分之十 抹去了接近三百五十亿美元的市值 因为投资者担心这家科技集团在美国的游戏业务 还有其他的商业利益将会受到威胁 腾讯持有游戏大量股份 拥有英雄联盟开发商 并且投资了Uber 第二天根据联邦文件 该公司在华盛顿聘请了第一位说客 前财政部的顾问刚萨雷斯 缩小金领范围对于苹果公司来说是一种解脱 其iPhone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原本会受到重要的打击 公司的投资者还在担心 川普的命令可能会促使中国通过限制在中国制造来进行报复 而苹果公司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中国来报复 来进行制造的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最高贸易官员莱特希泽 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最新发表文章 他阐述了他对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畅想 该组织正面临着成立二十五年来最具挑战的时期 领导层的空缺 还有核心职能几乎瘫痪 莱特希泽领导了重塑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 他在华尔街日报周五的专栏文章中表示 各国应该用一个类似于商业仲裁的单一阶段程序 来取代已经失效的世贸组织上诉小组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将世界贸易组织称为 是美国有史以来签署的最糟糕的贸易协议的对象组织 主要是因为他允许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 在全球经济中蓬勃发展 与崇尚自由市场的国家来进行对抗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商业质讯的核心 是WTO解决政府与其所代表的公司之间不满的能力 莱特希泽说WTO应该特赦法庭 以快速方式解决特定争端 而且裁决只适用于争端的各方 这篇文章代表了莱特希泽对各国如何修复WTO争端程序的最清晰解释 川普政府在十二月通过阻止这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组织的上诉机构的新任命人员 使其陷于瘫痪无法运作 莱特希泽的专栏文章批评WTO的上诉机构遏制了美国的贸易防御 并演变成被授权创造新的自由贸易普通法的高等法院 莱特希泽说我们的主要竞争者比如中国 发现他们可以利用上诉机构作为一把利剑和一把盾牌 成功挑战美国的贸易救济法 防止我们的市场被倾销或者被补贴的产品淹没 同时巧妙地利用这样的制度来逃避对其非市场行为的责任 WTO的改革五点计划 莱特希泽如此呼吁 制定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基准关税税率 尽量减少例外情况以解决政治敏感问题 避免自由贸易协定 但旨在促进相邻国家间区域一体化的协定除外 终止对经济大国或者先进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建立新规则 制止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扭曲 而前WTO的总干事在接受彭博电视时采访表示 他的继任者需要成为越来越多不同意见的催化剂 他说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环境下 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世界 不仅是在贸易和经济方面 而且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是如此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 在疫情造成干扰之后 中国更新和扩充海军力量的努力再次启动 简罗密捕的努力在未来十年内拥有至少四个航母打击群 海军消息人士说 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升级 促进中国加快了造船计划 但是军事观察家和内部人士也表示 即使没有病毒的干扰 中国在训练实现其野心所需的人员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去年年底一张上海造船厂的航拍图片出现在社交媒体 海军在积极推进的镜像可以说显而易见 照片显示船坞同时有十二艘正在建造的战舰 该国第三艘航母九艘先进的驱逐舰 一个两栖登陆船坞 还有一艘导弹试验跟踪船 这一位因为军事信息敏感而要求匿名的海军消息人士表示 自从二零一五年以来 中国海军已经购买大量中国过剩的特殊钢材 这种钢材用于建造商用和军用的船舶 现在全球航运业的下滑导致商品价格下跌 因为企业发出的新船建造合同有所减少 该内部人士还表示 北京领导层希望通过把资源推向军用船舶建造 来抵消商业造船业下滑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在上海建造的是中国计划到二零三五年 至少拥有的四个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 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有十一个 现在中国正在采取行动 以实现其全球海军野心 并捍卫其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 中国首艘零七五行两栖攻击舰也在八月开始海誓 向着服役又迈进了一步 在过去的十年半时间里 中国的军事舰队急剧增长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 二零零五年中国的舰队有二百一十六艘舰艇 到二零一九年十月增加到三百三十五艘 这种扩张大部分是在二零零六年到二零一七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的带领下进行的 报道表示预计这种增长将持续下去 到二零三零年中国海军的整体战斗力 有望达到四百艘舰艇和潜艇 这将超过美国海军计划中的三百五十五艘舰艇和潜艇 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防务评论主编则表示 中国的造船业比美国的同行要更大一些 但是解放军在加快生产进程的同时 也需要密切关注质量控制 他说对于军方而言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将是船员培训和开发 一个高效的指挥系统来协调这么多复杂的水面平台 他说建造一艘航母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是要协调和训练成千上万在平台上工作的水兵 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中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培训航母舰员的 当时已故的海军司令刘华清上将向北京提出了他的航母计划 但是在二零一二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前 由于缺乏经验进展非常缓慢 辽宁号是由前苏联的航母改装而成的 成为了中国未来航母打击群的唯一训练平台 而来自北京的海军专家说 辽宁舰的舰员是中国建造的第一艘航母山东舰的培训人员 辽宁舰上有三四个人在同一岗位上工作 因为学习如何操作航母并与其他随舰协调 对中方来说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则是飞行员的培训 解放军仍然在努力培养足够有能力的年轻飞手 以便从辽宁舰和山东舰上的跳伞坡道上起飞 如何学习在不到三百米的飞行甲板上起飞和降落 这需要时间 自从二零一七年以来 海军一直在教自己的飞行员 而不是从空军招募他们 此外即将到来的零零二型航母 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磁发射系统 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进一步训练的领域 这种训练不仅从作战角度看至关重要 而且从领导力角度看也至关重要 其他地方的航母大多是由前线的飞行员来进行指挥 而北京一家军事科技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则表示 中国在操作这类舰艇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海军只有三十万人员 包括数千名从地面部队转来的新成立的海军陆战队员 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成为真的陆战队士兵或者是水兵 未来几年海军要学会如何掌舵这么多军舰并且顺利操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北京一位军方人士则表示 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封锁和出行限制 也影响了解放军的征兵工作 还有船员培训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感染 所有的船员都要在船上隔离两周 然后再在船上观察一周 才可以去执行新的任务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任何从巡演和演习防务中回来的人 都需要再接受两周的隔离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解放军舰队 还没有在船上出现感染病例的原因 消息人士这样表示 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 可以部署的船员数量减少 迫使指挥官召回老兵来作为临时的增援 下面再要为您带来的是跟中美贸易谈判相关的消息 同样来看到的是南华早报的报道 分析师表示预计中国将把即将举行的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作为一个机会 以防止或者是至少减缓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对抗 商务部在周四表示 在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因为不满中国处理病毒 而推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 双方已经同意在未来几天进行会谈 不过川普政府拒绝确认会谈是否已经重新安排 这次的会议是一月份签署协议时商定的半年一次的审查 预计将讨论华盛顿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内购买价值两千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的相关进展 中国已经承诺履行协议 但是由于冠状病毒抑制了需求 在购买方面仍然远远落后 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贸易可能是议程的重中之重 但是这次会谈也将是一个难得的平台 让高级官员能够缓和日益加剧的双边敌对行动 并让北京在十一月三日美国总统大选前保持关系不脱轨 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表示 这次会谈及时推迟也是一种双边问题可以谈判和管理的姿态 如果习近平的最高经济助手刘鹤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会谈 可能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 也就是中国愿意解决美国的一些关切 他补充说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外 谈判还可能讨论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还有全球事务的潜在合作 中国最近表示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中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开放沟通 而外交部长王毅本月早些时候则说 北京愿意与华盛顿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随时进行对话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 然而美国并没有接受这根橄榄枝 他继续惩罚从华为到抖音的中国企业 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并在有争议的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川普总统本周还说 我现在不想和中国说话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主席 美国前代理贸易谈判代表卡特勒在上周表示 贸易协定是双方继续建设性接触的剩余亮点之一 最近几周中国一直在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力度 但是距离今年实现七百七十亿美元的协议 还差得非常远 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方面发誓要在两年内将采购价值比二零一七年的水平猛增两千亿美元 中国券商国泰军安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则表示 川普不大可能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 因为这将对美国造成另外一个打击 他说川普总统现在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中国采购 来满足摇摆州的选民 但是北京智库中国当代国际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则表示 中国将避免留下任何帮助川普赢得连任的印象 中国最好的策略是在事件变化中坚持自己的立场 现在北京和华盛顿都没有公布会谈的日期 原本预计的会谈在八月十五日要进行